再来带您看到国道上危险切换车道的画面 有一辆客运行进国道一号泰安服务区 扎道口的时候 有一辆轿车从中线往右切 要挤到下扎道 导致客运自撞防撞感 详细的情况连线给记者赖曼妮 视频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客运行驶在国道上 正要开进泰安服务区 但这时候一辆轿车突然从中间车道一路往右切 硬挤到客运的前方要下扎道口 差一点点就要撞上 客运驾驶赶紧往左边闪 结果不慎撞上扎道口的防撞感 接着慢慢停了下来 来听国道警方怎么说 这部大银客车行驶在外车车道 白色的小客车 因为要变换车道上服务区 没有注意到大客车 所以导致大客车闪避的时候 撞到我那个入口扎道的防撞感造势 意外就发生在国道一号 当时客运一车载了二十几人 从新竹要开往台中 结果有轿车切换车道不慎 导致客运不慎 自撞扎道口的防撞感 锁进全车平安 画面一曝光 引发网友的踏乏 警方将一行车记录器 以车追人 要揪出这名轿车的驾驶 杨振兴请矿主播